嗨 大家好我是小智 今天做一個非常適合 三到三百個月寶寶吃的水蒸蛋 怎麼把蛋作而柔軟滑稜坑比布丁呢 首先就是蛋和水的比例了 取三個雞蛋打入杯裡腳傘 再倒入同等雞蛋液1.5倍的溫水 水太少蒸的蛋就太老 而水太多的蛋就不容易凌固 再用塞子過濾一下蛋液上的氣泡 像蒸出來的蛋羹裡面就沒有蜂窝孔了 蓋上蓋子水開蒸10分鐘就行了 盛出來淋一點醬油和蔥花就完成了 這樣蒸出來的蛋非常有彈性和滑嫩 牙牙晃晃 超Q彈的 有沒有 另外今天在菜市場趁老闆收單便宜買了一些豬板油 麵一些豬油順便做一個油渣拌飯 現在應該也很少人會這麼吃了吧 油渣撈出來時盡量壓出多餘的油脂 以免吃的時候太膩了 倒在米飯上加一點醬油就行了 再用豬油煎個蛋 最後澆一點醬油撒一點香蔥 就可以了 小時候家中老母雞產但父母也會做水蒸蛋給我們吃 一來是有營養二來是有份量 主要顯得有份量 外加主食油渣蛋飯飯 全部都是小時候媽媽的味道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視頻 我是小子 感謝你的收看 咱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